欢迎再度收看财经火线论坛 我是李云奇 我们来看一下我后面的这张图片 这里有三种水果 这三种水果都是绿色的 不要告诉我大橘子 中橘子 小橘子 我相信现在很多小朋友 根本就不认识这些水果 咱以前说 没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走路 可是相不相信 现在其实真的很多年轻小朋友 真的就没有看过猪走路 可是我们台湾是以农业立国 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来关心 台湾的农业经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金黄色稻碎已经垂下 农民忙着收割 不过在他们的脸上 看不到收成的喜悦 本来的我都会吃一口 都会吃一口 我会吃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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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产销失衡 之前会向台湾进口浆的日本 今年改向韩国采购 还不是最惨的 最惨他就亏四五百万 等了一个多星期才等到割稻鸡 但整片田里的稻骨 绝大部分早就已经发芽 农委会主委陈宝吉说 老农老了就把地交出来活化 引发老农反弹 但却也点出农业人口高龄化的问题 美农街头这个真工布条好醒目 你真的没看错 下头这小小的数字 一千一就是日新 但 布条已经挂了一个月了 然后那个上面也有电话 也有价钱 可是没有人打电话 而这些废水当中含有重金属 导致放贷水源遭受污染 相对的农田也因此被撤出重金属超标 而被迫修根 来介绍今天来到现场的来宾 第一位我们介绍的是 称为有机之父的王中和 各位观众大家好 王教授参与了很多 有机认证法律的制定 所以现在面对这样的 有机认证的风暴 王教授有话要跟大家 好好的说一说 第二位我们介绍的是 青北市渔业初的处长王昭华 各位观众大家好 王处长带来的万里蟹 等一下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右手边的来宾 今天可以说是众星云基 第一位我们介绍的 原本是股票金桶 现在金盆洗手 在創什么在买海鲜 我们来介绍一下洪继志 继志好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第二位介绍的是 人称官庙刘德华 杨宇凡 刘德华好 各位兄亲大家好 宇凡你是种什么 凤梨 种凤梨 等一下好好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三位介绍了 在网络上人称 应该是农业郭雪芙 雪芙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来自彰化方苑 请问你是种什么 小番茄 小番茄 以前家里面就做农了吗 没有 我从台中加到方苑 对 好特别 以前从来没有下过 完全没有 就在种小番茄 连浇水都没有 对 等一下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接下来我们介绍的是 大闸蟹的养殖户 蔡明芳 明芳姐 大家好 今天也带来了很多大闸戏 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接下来介绍这位是远从花莲而来的 彭玉荣 玉荣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玉荣以前是同行 是记者 然后现在是在花东地区帮助那些小农 做一个电子商务平台 对 有很精彩的故事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 在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 我们先来关心一下 本周发生了哪些财经大事 黄金历经2013年大跌28% 以及2014年以来美元强势 10月金价每盎子跌破1200美元 选及快速反弹连续两周上涨 有品山风暴爆发近两个月来 以冲击食品股市值蒸发638亿元 经济部长杜子军表示 预估今年食品业的整体业额 会减少124亿元 财政部长张盛和则表示 国内经济状况完全没变 只有影响到信息 经济部统计处公布 9月份外销订单达433.1亿美元 进而创下历年单月新高 并写下连八红记录 但外销订单海外生产比也创新高 达55.6% 尽管外销订单亮眼 国内产业及民众感受却很有限 台湾证交所公布 台湾高薪100指数 以高薪获利能力 和薪酬规模为标准 参选台湾最大的 前100档股票为成本股 目前电子类股权重约占5成 金融类股约占3成 实际处公布 9月份失业率为3.96% 创下近14年来同月最低 前三季平均失业率为3.99% 主席处表示 若经济稳定复苏 全年平均失业率 降到4%的可能性很大 黄金下跌 中国大妈印度大妈就要抢黄金 那台湾大妈要不要抢黄金呢 季智 目前我们认为 台湾的大妈不要太轻易出手 为什么 对 因为黄金它主要是来自于 现货的需求 那目前来讲 连大陆大妈跟我们印度大妈 他们都也怕到了 他们大概进场的时候 是1400块左右 其实他们是赔钱的 今天有在1200上下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美元的走强 因为QE的关系 几乎快告一个段落了 美元走强 黄金它势必是一定是 他们是一个悄悄板的效应 再来一个部分就是央行储备 那在去年的部分 在央行储备这一段 他们也没有在持续 购入黄金的一个需求存在 那我们认为说 在央行这一段的需求 看起来他们是不可能 在短期里面做一个改变的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之前因为黄金在震热的时候 黄金ETF出非常的多 所以他们会去购入黄金 持有一定的笔印 对 后来现在看起来 因为各位应该也没有 跳进去买黄金ETF的需要 于是这一些经理人 他们也没有这么多对于黄金的 储备的一个需求 所以从我们目前看到的这些角度 没有支撑黄金价格的一个 最主要的力量 所以技智看起来是比较保守 再来分享给观众朋友 另外刚刚在新闻当中 我们看到了 又出现黑心油了 怎么会这样 政府不是说再也不会出现 不是挂布景吗 玉蓉你怎么看 自从上一次收水油事件之后 其实就是政府大张旗鼓 要修使管法 然后也说保证价上没有 但今天这个事件 其实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说 图法不足以自行 即便我们提高刑法 可是在就是管控上 如果没有做到源头管理 跟追踪流向的话 没有办法管控说 我们到底从国外进口多少 非食用油 然后流入我们的食用油 因为其实这些 进口的时候它并没有做 食品 食用油 饲料用油 工业用油 非食用油 这些标示 也不知道总共进来多少 流向 批号 那如果这些没有控管好的话 即便我们修法说 我们要重罚 要关这些人 然后寄出性的来让 一罪不良罚这个取消 可是其实还是没有办法 真的保护我们的食安 是 所以我们吃 还是要靠我们自己 讲到吃呢 我们就要讲说 其实要吃食物 而不是吃食品 所以今天就要带大家来尝尝 秋天的美食 螃蟹 热腾腾冒着蒸汁 秋天的明星食材 大闸蟹鲜甜出炉 大火快炒再拌入蛋黄 这道滑蛋三点蟹 一样是秋天最肥美的螃蟹料理 肥美肉多的三点蟹 不管是用姜汁清蒸 还是铁板快炒 每一道螃蟹料理 看了都让人食指大动 美味的万里蟹一端上桌 立刻人手一支 有的拿起来慢慢品尝 还有小女生是吃到 脸上都是蟹肉 表情好满足 感觉非常的不错 很好吃啊 很新鲜 好有活力喔 对啊 所以我有点 做不出它 在地养得活跳跳 专家说大闸蟹最好吃活的 养殖物顺势推出吃边品尝 开放养殖池让游客预约 边玩边吃 你在养殖过程遇到什么样子的问题 原则上我们县府团队都会帮忙我们处理一些 像蟹苗来的时候 第一次脱壳 我们两夫妻站在旁边看说 奇怪怎么整只螃蟹都跑出来 都死掉了 结果就马上打电话 问我们的辅导员说 第一次脱壳的情形 其实是整只蟹 它的壳都好好的 然后就跑 脱壳啦 你也是第一次养 没有我今年是第三年 就是说你是第一次养这个大闸蟹 之前没有遇过这样 没有没有 其实应该吃过阳城湖的大闸蟹 其实台湾大闸蟹你之前吃过 因为店里也在卖嘛 你怎么去比较说 其实阳城湖大闸蟹 跟台湾的大闸蟹之间有什么样不同 我自己都没有把握它是真的阳城湖的大闸蟹 就是你到中国大陆去吃的 但是它还是会有那个标签在 但是这个是真的假的 老实讲我还是比较信任我们台湾 你信任台湾的 对 这重点就是说 其实他们来的时候 讲的三两四两五两 但是其实我们很无聊 我会故意把它拆开来 拿到自己的秤去秤 什么重量都会不够 这是大陆的他们大部分的一个特性 要不然就是绑的那个 这个是草绳嘛 有的绑了一大坨一个好大一个 那其实你把它拆开来 它其实根本就只有一半左右 我们看完大闸蟹 也要来关心一下新北市的万里蟹 汪处长来介绍一下 万里蟹的特色是什么 我想大家这三年来 对于我们万里蟹这个名称 我想很多人大家都知道了 可是大家可能还不是很了解说 为什么它要叫万里蟹 其实大家可以看我们桌上 有三种蟹 一个是三点蟹 这有三个点的三点蟹 然后一个是花蟹 可能大家在餐厅里面 常常看到这个蟹 蛮常吃到这个 对 然后另外一个是时许 时许 那这三种蟹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其实它有80%的产量 是来自于我们万里的补蟹层 所以其实我们新北市升格了以后 一直在找 就是可以代表我们新北市的一些 农渔业的一个产品 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新北市不是一个农业大县 但是它有很多的特色 就像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新北市有30个渔港 其实它是沿近海渔业的一个很重要的 有这么多渔港 是它是一个沿近海很重要的一个渔业的产地 所以说当我们知道说原来这三种蟹 来自于新北市有8成以上的产量的时候 所以我们为这三种蟹打造了一个品牌 就叫做万里蟹 所以其实万里蟹不是一个蟹 它是三种蟹 是的 没错 最近台湾还担心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机 因为有人出来说 继食安收水油风暴之后 下一个风暴就是有机了 请教授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到底什么叫做有机 很多观众朋友大家想有机有机 到底什么叫做有机 教授是不是带大家进一步 再了解一下什么是有机 什么是有机呢 这里提到叫不污染环境 本来我应该说是不污染环境 我加了一个叫 但是因为确实有些时候 如果我们买来的有机制裁 它明明是可用的 但那个厂商在制作过程没有去注意 可能有一点点不好的东西 那或者是明明是好的有机制裁 农民为了求好心切 失太多了 它也会有污染 所以我想加了一个叫 还算合理 那它是也叫不迫害生态环境 我想原因是一样 原因是一样 那再来呢 健康与安全农产品的生产方式 我想从刚刚我跟大家说明的 过去的十年 过去的十年 我们只有百分之一 极为量农药污染的有机产品 百分之九十九 ND ND就是没有任何农药的检验 被检验出来 因为现在检验农药的仪器很贵 一台一千多万 它很精准吗 它检验的单位是PPV十亿分之一 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 我们有时候都觉得 太不可思议了 太不可思议 竟然我们的农民那么专心 那么认真 当然其实它如果旁边有农药飘过来 大家知道它是很惨的 它的那一批的产品全部下架 不能用有机贩卖 它要被公告在网路上 它的名誉受损 再来罚款 六万块就罚了 有罚过吗 罚了 有罚过 雨凡跟慧琪 你们有从事有机吗 你们去申请这样的一个验证吗 我有 我是找那个成功大学 那有刚刚像教授讲的 这么繁复的一个过程 有啊 就是包括你的 他们机裁员来 当然会 首先会看你的环境 不是说 不是说经济因为有补助 或是说我想做 它就会胜合 它会看就是你的 比如说你的面积太小 然后或是你的周遭的环境 如果有一些隔离带没做好什么的 基本上它也不会 它不会那么的坦然的拒绝你 可是它会说可能不建议 那从一开始的 就是土质 然后跟那个水 其实都会去做 就是做那个什么 就是做检测 所以你的产品现在是属于转型期 还是已经有那个验证的 我现在算是有机转型期 因为我要三年的观察 所以你还有三年的时间 我的话 我还没有去申请这部分 因为我们才刚 这次是第二次种 那技术上可能还需要加强以外 可能 因为我种的是玉女的品种 那其实有机番茄的部分 它可能有 比较适合的品种可以栽种 那它的口感部分还有 栽种时间可能都要另外再做选择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可能还需要 就是再继续研究一下之类的 是 刚刚雪芙提到 它是种小番茄 我不知道观众朋友 你们自己如果到菜市场 或是超市去买番茄 有那个很便宜的一盒 可能四五十块钱 但我们有很贵的一盒要三百块钱 我想请教一下教授 这个番茄如果要走有机 会不会有很高的难度 我想番茄用种有机难不难 其实看你要不要顺它的性 顺着番茄在我们生态系 它演化下来的性 番茄适合的温度是15度到23度 你想想看我们现在几度 所以在台湾 如果您要种番茄 你在秋天种 在冬天种 在春天种 所以教授 我们夏天吃不到番茄 那如果我们夏天有吃到的番茄 它是怎么来的 夏天因为栽种的困难度比较高 所以它的价格就像主持人刚刚讲 三四百块一盒都有 所以也有人说我要薄一下 我要拼一下 那夏天就是逆它的性 那既然是逆它的性 你就必须怎样 特别的去照顾它 比如说我们夏天大家知道 我们有台风 我们有大风大雨 那在夏天又温度高湿度高 病虫害很严重 所以很多的农友在摄氏外呢 它很多的番茄蜘蛛受影响 那我就躲到摄氏里面 所以有些农友说没关系 我躲摄氏 摄氏病虫害因为有摄氏保护 可以少一点 但是有没有 还是有 那摄氏也带来了摄氏一个很困难的 就是摄氏是高温 摄氏是高湿 摄氏在雨季的时候 太阳光弱的时候摄氏是光照 有时候会太低 摄氏还有它营养管理上的一些困难 所以如果你碰到了 你也栽培成功了 确实不少的农民很迷这个 可是像这么难照顾 因为如果很难照顾 它会不会那个家的农药会特别的多 所以其实我们在吃番茄 在选购的时候 其实也吃进了很多农药 我想应该是这样的 政府的农政单位 其实在过去几十年 一直在教导 一直在辅导农民要安全使用农药 从来没有断过 但是我想大家也知道 安全怎么界定 安全其实它有告诉农民说 你的番茄什么病 建议你用什么药 什么虫建议你用什么药 然后你要泡的浓度是多少 然后你其实应该要采收之前 不要采收 但是问题来了 这一种瓜果类一面开花一面结果 你看到那个番茄的那个植株上 有大果有中国有小果还有花 你到底选择什么时候喷 那只好不管了 全喷 全喷 所以我想这个也不是一个什么秘密 很危险 我们大概都知道只要那一个作物 它的产品这一些的果实是一面有开发有结果 就是我们讲营养生长跟生殖生长重叠的 它的农药残留的几率都会比较高 是 所以慧琪你也有这样的问题吗 嗯 我们的部分的话 因为我女儿都跟着我在田里面跑来跑去 所以说实在我不敢喷很多东西 我会怕 我怕我老公的中毒 对还有啊就是说到安全采收期啊 那我相信就是因为每一罐的药上面都一定有 就是标示就像政府就是政府所规定的 使用的泡的浓度跟它的安全采收期应该要几天 那以我们的做法来讲我们是泡的浓度会比它要求的 浓度我们会在在淡以外 再来就是我们的安全采收期 假设它是说采收前15天 可是我们会拉到采收前至少30天 因为毕竟我觉得我自己女儿 就是主要是自己小孩都在里面啊 我不敢 我不敢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部分 虽然我们没有去申请到有机的认证 因为可能技术上还需要克服在品种 我觉得也是要很要挑选 所以以我们目前技术在 就是我们选择的育女这个品种 可能只能尽量说用以无毒的方式 那以我们自己心 我们有心 我们有心 我们也不敢 我也没那么欠质 所以我会特别小心去用这个部分的药这样子 假有机 真有机 民众该如何去挑选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后回来 我手上拿的这一包有机蔬菜 上面有认证 但是这个认证标章到底应该要怎么看呢 现在市场上有一些声音 说这些有些是假的标章 有的又不可以相信 那食安问题又这么多 我们要请教一下王教授 现在大家吃肉的东西不安全 想说我们吃有机最安全了 可是有机的认证又有这么多的问题 是不是教一下观众 我们要怎么样来判断 这个有机的标章要怎么看 它为什么会有两个 OK 好 我想我跟大家 跟各位观众说明一下 我们这个有机的其实 它不叫认证标章 它是叫做验证标章 验证 因为我们的农产品生产验证管理法 里面有规定 我们的所有的农产品 唯一要强制验证的 就是有机的农产品 它必须要经过有机验证机构 把它验证通过以后 它才可以使用验证标章 那大家可以看到 它这里其实有两个标章 一个是像这一包 一个是我们CAS的 我们的国家的有机标章 另外一个是验证机构的 自己的有机标章 那我们现行的 我们国家的有机的规定是 如果你在转型期的 有机的农产品 是不得使用 不得使用 这个标章 对不对 CAS的这一张 我们的国家标章 你只能使用 验证机构的有机转型期标章 所以这个是转型期的 对 那这里我需要跟 因为蛮多的社会大众 其实对有机转型期很混淆 他们常常会问说 那个转型期是慢慢在转 其实不对 这个转型期 其实我们有规定 我们规定是 短期的作物 两年的转型期 那长期的作物 像果树茶树 你要三年的转型期 可是你要取得 这一个转型期 我们的农友 是要过好几关 攒好几降 他必须在自己的农场 依照验证机构订定的 有机的生产的方式 当然那是符合 我们国家的规定 去做有机的生产 留下你所有的资料 然后跟验证机构 提出文件审查 目前我们有12个被认证通过的 验证机构可以做农粮作物 有一个可以做续产品 那这个验证机构 接到农友的资料以后 当然两个经过沟通 知道是这样 他会进行文件审查 这个农友在这一段时间 他所有的作为 他所买的资材 他所用的符合有机的 那他的整个农地 是可以接受有机验证的 那第一关过了 验证机构就会跟他讲 你第一关过了 再来我要去现场 做现场的农场的验证 那农场验证来了 他就会开始口试 他问你 你知道什么是有机吗 那个虫要怎么处理吗 那个病你要怎么处理 因为他要了解 这一个农友 到底是不是真心的 有没有去上有机课 有没有去摄取有机栽培的知识 你有诚心 他看看你的农场 有没有不对劲的 有没有不该有的 你的农场 有没有足以保护你的有机作物 如果你的四周有在喷农药 你必须要有缓冲带 你必须要有种绿色的植物的绿驴 挡住那个农药 如果四周没有在喷农药 没有用农药 OK啦 好了 你有真心 所以环境可以 它再进行采你的土 你农场的土 有八种重金属 要合乎国家规定 再采你的水 如果你的水流过有喷农药的 对不起 你自己不喷 别人都帮你喷 对啊 那个风这样吹过来 另外是风 我刚刚提到的就是说 风可能会过来 所以我们需要种绿色的植物 去挡那个风 所以当环境可以了 采了土壤 采了水 要检查重金属的 再采你的产品 你说你做有机 我这里面的桌我采了 我们通通送去检验 土壤 水 合格 农产品 都没有农药 你才拿到转型期 这大概多长的时间 如果就蔬菜来看 蔬菜的话 我们是有给验证机构 一个期间 就是说你跟它的 这个验证过程 不要拖过一年 拖过一年 其实它会影响到它 所以农民最少要有 三个月以上的 有机自我栽培 你才可以有资格提出 有机申请的验证 有机验证的申请 必须过五关斩六将 确定完全没有使用农药 且必须缴付相关检验费用 给检验机构 对农民来说难度很高 农委会在1993年 开始推动极元埔 安全蔬果标章 强调安全用药 由农政机关审查 农药不必负担验证费用 农药是被适当的 事件来说安全用药 只要是安全用药 提早会影响 困难的困难 强调安全蔬果的极元埔标章 却在通路上 也出现了仿冒片 农药是不对应该 应该看有法律的 有一个抑制 不然他这样 农药在上海的 全身有在做极元埔 经营 当时他放的品质 实际上是有 是不是有 每个我们的标准 也害到消费者 曾经荣获解除农民的李阿阳 已经在三只 种了四十多年的角白笋 加入农会产销班 获得极元埔安全蔬果认证 让他的角白笋 可以卖出 比以前更好的价格 我们现在是 刚刚的农药 农药农药农药 我们农药这边 现在可以说 计券一年一年 给我们比较好 基元埔标章下 有九个阿拉伯数字识别号码 消费者要特别重视的是 第六码和第七码 标示了产销班别 而第八码及第九码 则是班员别 可以查到生产的农民 做好产销管控 如果说是一个 合法的基元埔标章 它会有一个 政府合法的一个 基元埔标章 当然有的是用套印 有的是用贴纸 那如果用套印的话 基本上大概 比较不容易繁茂 那基本上来讲 你要注意下面 它会有个序号 这个需要可以去我们 工程埔标章 套用或是帽用 那是基本上 它是要除这个 三年以下 并过二十万以下的花子 燈印仿茂 情况严重 基元埔标章即将在 2019年走入历史 安全输果不安心 伤到消费者 也伤到用心的农民 那当然我这边 特别要替我们的农友 有点暴躯 日本跟我们一模一样 但是日本的有机转换期 就是我们的有机转型期 它可以用日本的ZAS 有机标章 我们比日本严格很多 所以我在这边 其实大家只要有看到 有有机转型期 有有机标章 有CAS标章的 通通是可以放心的 那这里还有一包 有QR Code的 有QR Code的这个产品 当然这个是有机的农友 他接受有机验证 但是他也想要接受 产销履历的验证 那又不一样 可以同步 那是不同的 那个验证的模式 不同的生产方式 那有了这一个 产销履历的验证 当然消费者可以 在卖场的那个荧幕上 可以读到你的 产销的所有的资料 那有机的资料 是存在自己的农场 接受验证机构的集合 我们来看看 现在的年轻农民 是怎么样子出头天 打造温室控管品质 农二代的李世元 五年前退伍后 返回家乡务农 家人生吃务农的辛苦 更认为农业赚不了钱 不肯让国立大学 毕业的儿子当农夫 不过李世元 用决心和毅力证明 农业需要创新 而且大有可为 回来重农的话 当然要给他心情 就是让他怎么在农业 赚到钱 当然是要凭良心的去赚钱 俐落的采收美农花 剪下来后 手剪低头的手法也超熟练 73年车的陈彦博 今年30岁 餐饮科毕业 97年退伍 曾经离乡打拼 到台中当餐饮业务 也去过台北做餐饮 储备干部 98年因为父母年纪大了 返回屏东 务农资历已经有5年 因为我们的身体力行 因为这个的话 我们当做就是自己是老板 我多做一点 可能就是多拿一点 他们就是一般上班族 就是不太一样的地方 你现在有比22K好吗 有 有比22K好 一个月大概有多少钱 如果Lange的话 一年大概有4到6万块 对 一个月期 对 刚才慧琪说 他才没有要省钱 雨凡你有省钱吗 我听说 我私底下打听到你第一年 第一年只有20万 就扣掉你的成本 大概赚20万 一个月才1万多块钱 怎么办 赚乡来赚得这么辛苦 我想 务农 我觉得如果要真的是第一年就赚钱 我觉得是有点难度 因为你要资金的投入 然后可能一开始也 像至少以我来讲的话 我不敢面积做太大 那就是慢慢用这种自残自销的方式 所以其实一开始也不会想说 要去赚多少钱 我是觉得说 人家说要赚钱 也要忙一下 那就是一步一脚印 慢慢把这个基础给打好 然后把自己的品牌给建立好 是 雨凡想说要建立品牌 这样的思维 其实跟以前在从事农业不大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农业创新 货柜车里一箱箱装满又箱又大的 官庙凤梨 都是外销加拿大的先锋部队 为了打造好口碑 农民很用心 像这样直径2公分多 约1公尺长 带点人生香气的牛棒 超市售价1公斤 可以卖到200块台币 最受日本外销市场青睐 一凤梨主要的产区 高雄来说 今年外销量大增量倍上 虽然年产有5万吨 但加上国内的加工需求 内销零售商抢不到货 价格只好攀升 黑白商店的小沙子 叫做平脱黑金刚 猜猜一只要多少钱 听了可别吓一跳 这一只要价200美元 换算下来等于6000块台币 主要向往欧美市场 但价格跟玩家新鲜度成正比 靠品种稀有程度 定下价格高低 刚刚宇凡讲到 它其实在凤梨的本身 其实不是那么好赚 所以其实年轻人的想法 比较不一样 你有没有一些 比较多角化的经营 当然就是会去开发 就是做副产品 那因为自己的定位 算是定得蛮清楚 就是我的鲜果部分 他们只想做宅配 就直接卖给消费者 那当然因为台式面积要 你要面积大才有那个产值 才会拉高 那如果都是要卖鲜果的话 势必要跟一些大型通路配合 那跟通路配合的话 量或许会大 可是价钱相对就会被压低 那我觉得我也没办法 用我的品牌去面对消费者 所以就是除了鲜果出货之外 就要转做一些加工品 听说你在做这个加工品当中 你要去跟农委会 申请青年创业贷款 有被拒绝的一个情况 一开始有被拒绝 那被拒绝的主要是 他那个什么 他那个条例 其实他没有讲得那么的清楚 那么的明确 那以我来讲的话 我那时候是想要去贷款 是要去做那个什么 做代工 那他们会觉得说 是不是他们是希望我可以去 自己去设一个 比方说小型的加工厂 那我觉得被拒绝是还好 因为那个主要是 观念上有点冲突 那只是说在沟通过后 他们就觉得 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去做的 是 那后来你的资金来源 后来还是有成功 对 后来就有 所以这笔政府的资金 其实有帮助到你后续的创业 就是当然 我后来是没有跟政府贷款 然后后来就是有长辈看到之后 就愿意借我钱 所以有长辈有父爸爸等等 还是很重要的 我是靠霸足 不过也在这个身上 也可以去看到说 其实我觉得政府 现在真的对青年农民 我觉得还算是友善 我觉得他们真的会很有心 想要帮农民去解决问题 不只是在生产的技术端 那包括后续的一些资金 我觉得他们都很 真的很认真 像宇凡这样能够自产自销 我觉得是最好的 或是说有第二代 给回到农村里面 但是我们在东部其实看到 我们平均的农民 其实年纪都相当大 那在不管是转座游记也好 或是说面对市场也好 他们都很需要人家帮忙 就是产跟销 其实是两个专业 像宇凡这么厉害 能够自己产自己销的 我接触这么多农民 其实不多 真的不多 蕙琦也是自己产自己销 对 我去年一年是自己产自己销 没有 没错 如果网路上 就是 你不欠钱 所以没关系 盛产的时候 没有没有没有 盛产的时候 可能 我比较 跑比较远 我可能 因为我娘家在台中 所以我又跑回台中 就是进去人家 那个很老人会办都会中 你知道 你也是靠爸靠妈 对 就是一直会走去拜托 说阿伯阿伯 这个我自己做的 就是 可能拜托人家宣传一下 这个后续效率其实也不错 因为他们主要是跟我们说 年轻人哪会 哪会穿得漂亮 人漂亮 哪会去政产 然后后来想说 不跟你教官一下 之类的 大概都鼓励性质很多 所以玉农你是打造一个平台 让 比较没有办法自产自销的 这些小农民 可以借过你这个平台 然后把产品销售出去 对 不只是这样 就是其实我们花很多时间 在跟农友一起讨论 他的生产跟经营的策略 其实不管是他要不要加入有机 他常常会问我们说 那我要不要做有机 要选哪一个验证公司 他会问一个很直接的问题 我做了有机 有验证以后 是不是就卖得比较好 这个其实不一定 因为其实真的 我也遇到很多农民 他有了有机 像我们今年的柚子 四年一次就遇到这个白鹿 跟中秋是同一天 柚子就是这么多 即便是有机的 还是剩很多 那我们就会跟农民 一起坐下来想说 那我们怎么在加工上也好 在行销上也要帮他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不只是小农在求创新 市政府的部分 其实也有一些创新的部分 其实刚刚在座各位都有讲到说 产跟销 其实是两个不一样的专业 那其实我们的渔民真的都不会销 所以说我们市政府 就来帮他们做这件事 所以说除了我们创造的 万里屑这个品牌以外 在于就是大家来吃以外 其他的一些商品 带动周边的商品 到底有哪些东西 所以说在去年我们也结合了一些文创青年 做了一些有关于万里屑的文创商品 比如说 把民业跟文创做结合 对对对 比如说像这个杯子 像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杯子上这个万字 这个万字现在就是我们已经 新北市政府注册的商标 它以后都可以用在所有的商品上面 然后像衣服也是 所以以后大家看到这个万字 就知道这就是万里屑的一个文创的一些商品 那今年的部分的话 我们也做了一顶 就是螃蟹的帽子 那这个部分就是让大家知道说 万里屑不只是吃 它还可以拿来穿拿来玩 像玩古早味铜腕的部分 我们也结合了就是这个古早味的淡珠台 然后列出我们万里的这个渔港 四个渔港 然后里面有野柳的一些渔村文化东西 借着这个淡珠台 让大家知道说可以来野柳 可以玩这些的景点 所以这都是我们除了吃万里屑以外 其他带动周边的商品 那其实万里屑在这三年里面 它的产值周边的经济效益 从1.5亿到4亿到7亿到今年 会突破10亿 这也是创造我们在地的一些观光效益 是 所以运用一些创新的力量 可以让我们经济的价值它更加提高 但是就台湾来讲 其实台湾以前叫做稻米王国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卡 比较优先的是说 现在大家吃米是越来越少 我们可以看到每年大家吃米的量 是越来逐年逐年的下降 但是吃米面食或是面包包子 馒头面粉做的东西是比较多 但我们跟土地之间的感情 好像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们来看一段BCR 天下不降就出门了 不管是好天也不怕天 也不怕天 也不怕是风台做大水 我们都是变四名在做 只用也让人可以吃一段饭 都不怕天啊 在我们堆都已经开了四五千块 能采收就采收啦 不能采收也没有办法 你那个台风天还严重 你那个台风天还严重 那边都振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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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提供历子 我们也是笑笑 要去金家里继续命 因为如果我们没做 是要吃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点 这是我们的饭碗 你把我收锅吃了以后 我们就没有饭可以吃了 土地是我们的本 吃跟土地息息相关 但是台湾的农地 却是渐渐在消失当中 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 关心台湾的粮食自给律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卡 这张图卡 其实看起来很触目惊心 从民国73年到101年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国人每年吃米的数目 一人一年 本来是吃84.4公斤 一直到了去年45公斤 算好了 你一天吃多少饭 现在好像很多人 都只吃面不吃饭 但这影响到的是什么 因为稻米是我们台湾自己种的 但是台湾的小麦的生产量 其实是很低的 这个王教授应该很清楚 所以我们如果说吃面食的话 它这个小麦的部分 其实是从国外进口来的 所以也让台湾的整个粮食自给率 就不断的降低当中 粮食自给率降低 会有什么样子的 粮食安全问题 我记得马总统曾经讲过 粮食安全问题就是国安问题 王教授是不是这样 当然我们要能够确保 我们住在台湾的老百姓 他吃的安全 就是说要能够有一个稳定 所以事实上 刚刚我们看到那个吃米的 每一个人吃米的量的减少 我想这个也是蛮无奈的 因为随着我们的生活环境的改变 其实光复刚初起的时候 我们一个人吃140几公斤 对啊 差很多 所以你那边的资料 从已经到80几 下降到45 那不是说现在的人很能够挨饿 是因为我们有很多 替代稻米的那个产品 从国外进来的小麦 还有各类的杂粮 那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也增加了蔬菜 增加了水果 增加肉类 所以整体来讲 当然我觉得我们非常重要的 就是一定要去确保 维护我们台湾的农地的面积 因为目前我们看起来是没问题 我们的稻米甚至还有过剩 政府还要烦恼 这些过剩的稻米 要拿到军中 要怎么圆外 但是很重要的一点 我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我们大概一年稻米会剩个三十几万吨 但是我们一年从国外进来的杂粮 有六百多万吨 当然这六百多万吨 不一定是我们吃 是因为我们也给鸡鸭 对 饲料用的 这些的饲料吃 所以如果 如果我们在这一个饲料的部分 杂粮的部分 如果进口上有什么特殊的状况 或者怎样有点困难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米是不够我们吃的 所以我想一个国家的政府 我想它是有责任 为了老百姓的吃的稳定 所以怎么样去维护农地 它的品质 它的生产力 我想这个也是政府既定也有在做 我们看一下教授刚刚讲的农地的问题 台湾的耕地 其实我们看这条曲线蛮可怕的 我们的耕地面积是逐年的下降当中 当然刚刚提到说我们的稻米 因为过剩 生产过剩 所以土地就要修耕 我知道有一些农民 他觉得修耕领那个补助金 比我去耕田赚的钱还要多 我不知道宇凡在南部乡下 有没有听到这样子的话 就是我领保助金就好了 我没要去进产 这个可能是过去 因为它现在农委会 它那个修根补助从两期改成一期 就是鼓励就是说 那个农地要拿出来用 所以我觉得这个现象 应该是有比较减少了 慧琪你平常比较喜欢吃饭还是吃面 我结婚前喜欢吃面 后来进产之后 都需要很大量劳力 所以没有吃饭好像会混倒一样 所以我现在就变成一定要吃饭 没有办法一天不吃饭 好像很饿很饿 但是我们那里如果说到修根 我倒是其实我看到很多 我们那里很多阿桑他们 的确都是修根 因为他们老了 他们真的没有办法 做的有的没的 再来就是可能老伴也 走了剩一个 他可能就也没有 没有办法一个人去做那么多事情 那修根在我们那边还蛮常看的 但是前几个月 我好像印象那个米的 好像米的价格比较好 发现他们全部又翻土 又开始做 对所以我觉得是取决于价格吧 玉蓉呢 如果说我们就台湾的整个农业来看 你面对那么多的小农 你觉得其实我们身为一个消费者 有没有什么可以做的 有啊 第一个就是不要只是把 食品当成食品 你要去了解那个生产者他 他用什么方式种 尽量多多去了解 第二个就是要在 选择上要更用心 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很好的米食加工品 像纯米的米粉 或者说现在农委会一直在 或是农粮署一直在推米面包这种加工品 那透过比较容易的消费的方式 可以来支持更多 就是我们本土粮食之类 加上还有现在还有一波本土杂粮复兴 包括大豆 黄豆 芝麻 各式各样的都小麦 本土的小麦都如火如足在进行 那我们东部也有很大面积的大豆栽种 大豆的加工 小麦的栽种 甚至现在也有一种就是 米跟麦包成一包 所以你煮的时候既可以吃到米 也可以吃到麦 透过这样子的消费行动 其实是有办法支撑更多农民的升级 让他们用友善的方式来栽种 季智呢 我除了自己做海鲜之外 我另外还有开烧烤店 那海鲜这个东西是吃不太饱的 所以其实我对台湾的米的贡献算大 因为在我们那边吃饭不用钱 所以你超过45公斤 这样很好就是饭可以吃到饱 对 我们可以吃到饱是不用钱 不然客人来我们这边吃东西 他都吃不饱回家也尴尬 是 我们如果就整个 整个台湾的农业经济来看的话 王教授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建议 就是说台湾的农业经济要复苏 你会最关键的问题在哪里 我想我先回应刚刚的那个休耕 那休耕当时为了要解决 在民国七十几年 为了解决我们稻米生产过剩 价格很低嘛 不能保护农民 所以其实政府是把它辅导 二十几万公顷 将近二三万公顷去种杂粮 去种杂粮 但是我们的气候呢 只有在秋天稍微 比较适合这些杂粮周 所以产量偏低 跟国外是差到四五倍 那最近呢 我们当然 因为那个休耕田 本来是杂粮后来发现不对 干脆你不要种 这么一年编两百多亿 就分给你 就分给 这就刚刚主持人讲的 休耕 那现在其实农委会呢 从两年前就开始 因为很多人反映这个不对 因为全世界的杂粮的价格 在过去的十年 大概涨了两三倍 所以呢 我们应该以台湾的环境来种 是 开始有获利率 所以刚刚其实有提到 我们二十三万公顷的休耕田 其实政府已经把它改成 我一年不给你两次补助 因为每一次四年五万 一年九万 我改成只有一次 你自己要去种 另外那半年 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很正确的 那其实我们很希望就是说 能够废掉 当然废掉你必须让这一些的农友 他有一个可以收入的 你要教导他收入的 我想这是休耕田的部分 那另外台湾的农业呢 因为我们是一个小农 那小农呢 其实小规模经营很困难 很辛苦 所以年轻人不想从农 有啊 他们都愿意 我还没讲完 这个是现在状况不一样 不想从农 所以我们以前呢 我们农村的那个经营 平均68岁 农友平均68岁 那所以整个人口老化 活力跟竞争力有问题 那现在我们鼓励年轻人来从农 这个很重要 虽然有人说这些年轻人呢 经验 人脉 还有资金都不足 但是年轻人呢 其实他们什么很厉害 他年轻 对 他有行动力 他有创新力 是 那他的学习能力跟电脑能力很强 这个电脑能力很有助于他 摄取一些的知识 还有协助他行销 所以王教授这样看到这些年轻人 会不会觉得台湾的农业未来有希望 我个人觉得这个是我们台湾农业呢 非常重要 因为透过年轻人 我们来协助他们 取得技术 还有资金的协助 那要辅导他们走向什么 走向是一个品牌验证 品牌验证 不要跟以前的长辈一样 你是一个品牌验证 你生产出来的农产品 是很优质 很安全很有特色 你跟人家是不一样的 你是很好的 那我举一个例 当然我一直在推动的有机农产品 还有产销履历的产品 这些呢 这两种其实都是很好 各位有没有信心 王教授所说的 你们要成为自己的一个品牌 有喔 有喔 有信心吧 有喔 台湾在地的小农有信心 台湾的农业的经济就有希望 大家就可以吃的安心 吃的放心 金火线论坛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谢谢